那我一直把我自己 分為兩個人 就一個是楊帆 一個是我自己 就我覺得楊帆的那一個 花名在外 我都能接受 因為在演藝圈 那我們把那花名拿開 真實的你是重要的 真實的其實我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我對於感情的事情 我還曾經... 因為我在初戀 我曾經受過傷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我對於感情的事情 我就很執著 所以我也不會輕易去談戀愛 那所有的 在所有的報章媒體 其實都找不到 我真正... 在演藝圈裡面 他說楊帆你怎麼花 請問我跟誰在一起 就是說我其實是沒有 很特定的那種宣傳 就正式的 其實唯獨到最後 就是Julie出現 他那時候是因為他出現了 還是你本來就已經決定 這個就是要這個 我不要再記住 你累了 所以好像是 是一個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剛好時間點到 我也...人也想安定 那我也覺得... 我又重陽 我還有愛他 我也很喜歡他 那我也覺得他很單純 那他實際上是很強勢 我不知道他背後裡面 是有一股力量在 那我是傻傻的這樣 到最後我為什麼要結婚 為什麼生小孩 其實這一切的掌控 後來已經不是我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所以你要征服他 也不能用... 對 征服 這次比較白話一點的 是用征服 其實我是本來就是做事 比較有邏輯的一個人 我喜歡事情是照我的時間表 所以他就慢慢的 進入我的時間表 那我覺得大家配合得還滿好的 所以... 所以他後來開始聽你的話 不能說聽了 他有...他有聽勸 你都勸他哪些事情 我就勸他說 時間到了該結婚了 時間到了該生小孩了 時間到了我們該生第二個小孩了 這一類的事情 就是我會告訴他 我的時間表 說這是我的人生 我都攤開來這裡給你看 我大概希望 我是這樣子的一個人生的規劃 其實他最嚴重的是他... 我跟他結婚的一段時間裡面 他把我所有的朋友全部切斷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朋友